8月19日,Angela Baby担任燕然天使基金爱心大使在京出席发布会 基金会发起人李亚鹏为他颁发品书 据悉,Angela Baby将会加入2013燕然之旅青海战行程,探访患病儿童 首次正式见面,李亚鹏大赞Angela Baby仍如其名 他很健康,非常健康 今天我见面以后,我觉得他跟他的名字非常地稳合,Angela Baby 作为爱心大使,Angela Baby也是非常的尽职尽责 发布会前特意参观燕然天使医院病房做足功课 在上面看到了很多就是做完手术或者是准备做手术的孩子 跟他们的家里人,就觉得特别特别感动 而且这里还有,不单只是帮他们在生理上做完了一个手术 也会帮他们在心理上去重塑自己的一个信心也好 语言能力也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目前很多基金会公信力下降 民众对慈善机构的信心也逐渐减弱 很多基金会采用投资方式确保正常运转 李亚鹏表示燕然天使基金从未做过投资 一直以来都是以实际行动确保燕然基金的成绩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